社群媒体推特上头出现这段画面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丁位在郊区一处关地附近 竟然部署了铠甲S1中短程防空飞弹系统引发议论 难道是普丁也担心自己会遭到乌克兰自主研发 航程可达到1000公里的攻击无人机斩首吗 对此有亲爱的媒体人受访时表示 其实会安装防空系统 意味着俄国高层已经了解到风险 直到莫斯科地区遭遇空袭只是迟早的事 事实上不止普丁关地提升戒备 最近包含俄罗斯国防部国防管理中心 以及莫斯科好几栋政府建筑屋顶上 都出现了铠甲防空系统 专家解释铠甲防空系统有两个雷达 一个是锁定目标 而另一个则是用来导引飞弹加以拦截 它能用来对付包含无人机和巡异飞弹等各式威胁 只是到处安装防空系统也让网友直酸 莫斯科当局真的被乌克兰的军事实力给吓到了 才会紧急帮自家建筑物装上防护网 动作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